迎接动物家节,沙路德林宫连续多年,号召社区志工帮忙包粽子 今年规模超越以往,准备一千斤糯米 由上百位志工一同包出八千多颗粽子 除了分送给邻近的学校与社福团体之外 前参拜的信咒,也能够获得一颗粽子 借此沾沾神明的福气 志工妈妈熟练的拿起粽叶 依序家住糯米、香菇等配料 每颗粽子都包的是饱满又扎实 沙路德林宫连续多年,号召社区志工帮忙包粽子 而今年的规模是超越以往 准备了一千斤的糯米 由上百位志工一同包出八千多颗粽子 我六点半来,吃粥米,我们来做几个年 对啊,来做觉得很有心得啊 也是这样包这个,这个来吃吃 这个来吃吃觉得也很香啊 来做志工,百姓 感觉很轻松,很欢迎,好高兴 因为我们做志工的心情啊 1900年历史的沙路德林宫主寺福德正神 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而为了回馈乡里 庙方多年来都会举办包粽送弱式的活动 除了是分送给邻近的学校跟社区团体外 将来参拜的信仲也都能够获得一颗粽子 借此来蒸蒸生命的福气 真好啊,来这里拜拜还有10人带 真好啊,用这5个粽子 真好啊 很高兴,吃粥子 每年都有嘛 每年都有 我们有一个期待 都希望我们帮助的人越多 我们希望我们收到我们的 爱心的肉粽的人 他们会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温暖 跟这个各界的气氛 而台湾输赫光讯科技集团 这次也特别号召了员工参与协助 并且在一旁的摆摊 举办公益频道的宣导活动 只要分享就能获得抽奖机会 人气也相当棒 也让一年一度的端午包粽活动 增添了不少热闹气氛 继续沉默和台中采访不到